CK看房聊重点 今天来带大家看一个地中海式的美房 喜欢我的视频请给我一个小星星 鼓励我熬夜做视频哦 房子是一个地中海的风格 铁衣大门一进来就是一个中庭 不仅增加了隐私 又多了一个休闲的区域 石木大门进来 空间很开阔 左边是书房 墙面用木头做了立体出行 增加了房间的趣味性的同时 又增加了高级感 右边是一个正餐厅 正餐厅做了木条包边 上面用了高级灰的油漆 顶上天花板也做了一个层次 含蓄简约的设计 我很喜欢 教堂风格的建屋顶 让整个客厅都高级起来 四散吊灯也特别有仪式感 厨房特别美 中岛加上工业风的吊灯 深蓝色和白色的橱柜 都是大胆心潮的视觉冲击 上面一排的灯柜 也是高颜值的标杆 旁边的早餐厅 三面都被大窗户包围着 旁边还有肩上标配的柜子 真是爱了爱了 早餐厅出来是一个大露台 室外厨房已经做好了 这一般是个升级的选项 主卧很宽敞 在顶上做了Axon Painting 颜色很淡雅 特别定制的飘窗下 看书刚刚好 主卧洗手间 Free Standing的Bethtub 前面有一扇窗 在这边抛个澡 应该非常的舒服 房子前面有两个房间 共用一个洗手间 房间尺寸刚刚好 住的也比较舒服 还有一个套间 这个房间尺寸更大 有独立的洗浴间 楼下有个洗衣房 不仅尺寸宽大 还可以放一个冰箱 大家庭必用 这边还有半套客用的洗手间 洗衣房旁边有个隐秘的楼梯 上楼以后有个超大的电影房 也可以作为整个房子的第五个卧室 边上是游戏室 这个尺寸有够够的 旁边还有个客用洗手间 这也是一层半的一个户型 是不常见的 我觉得这个户型还是非常有特点 这个房子看完了 这个房子有四个卧室 三个全套洗手间 一个半套洗手间 室内使用面积是4159平方英尺 其实价钱是759000美金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分享更多修飾美方